2022年米其林必比登 平價米其林台北天 今天上必比登 台南路邊單 大家好 我是劉仁靜 今天是我們要來拍這個特別的企劃 就是我們的米其林必比登 米其林必比登就是平價米其林 那大家都知道米其林很貴嘛 那前幾天這個網路上就已經出現了 這個米其林必比登有包含 台南高雄台中跟台北都有入圍 那台南好像入圍20幾間店 那20幾間呢我看了一下 這個是評審加油的那種感覺 今天呢因為我們在台北 那台北有6間入圍 今天就是來挑戰把這幾間吃一下 有開的這個米其林必比登都吃一下 第一天是人和園雲南菜 那我們第一次吃雲南菜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一個類似熱潮的感覺 但是感覺也是啦就是我們有叫了白飯 然後麵然後跟一兩個小菜 那今天就是因為要吃比較多間 所以每一間就是叫個少量少量的來試試看 好那我們就出發 試一下今天這個米其林必比登的這個 人和園雲南菜 我們先來吃這個 這是他叫的 這個是麻辣蹄花 欸有骨頭 很香欸 它是那個香料很重 都咬太大口 直接很用力的咬下骨頭 他這間還要一層浮沛 然後飯一碗15塊 貴喔 這是平價米其林 今天應該最貴就這間 然後這個是 乾扁香菇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菜 然後裡面有包香菇 可是看起來它應該是全部都香菇 它味道很酷欸 樣子很像是路邊那個雜草 你看了也不想吃 但是它吃起來蠻不錯的 先脆脆的咬下去 然後吃到杏鮑菇軟軟的再炸熟 這個很讚 它的招牌菜 酸菜肉末花枝 下飯的 飯還有一些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過橋麵 很酸欸 酸菜味道比較重 它真的很酸欸 下飯神菜 等一下來配麵看看 哇它這樣子一碗 半15用這個菜一樣 你可以吃5碗 不行我們等一下還要吃別間 我要忍住 這酸要怎麼解釋 就是 有點 回甘的酸 很勉強講出一個比較好解釋的詞 一口酸菜 然後配飯吃進去之後 嘴巴最後還會有剩那個 酸菜的味道 香味還在這裡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雲南辣油 我只要直接吃辣油 加個那個啊 加個酸菜啊 有點麻香啊 它有一個油 但它不太辣 來了 等很久的過橋麵 真的以為它在過橋 我們先吃個原味好了 麵很彈 但是很清淡 它湯是不是有點 蛋雞湯 加點蔥 蠻清淡的 肉 喔不錯啊 一口過橋麵 跟一口拉麵一樣 有一種收尾的那個湯的感覺 來啊酸菜 這個酸菜應該是可加麵可加飯 它還是很酸耶 湯不會變酸 但是你吃到酸菜的時候還是很酸 所以它的酸是鎖在它的酸菜裡面 加一下辣油看看 加辣油湯麵很不錯耶 整個香氣就出來了 很像超高級泡麵 那種感覺 這個150還行啊 如果再加一些其他東西 就以他們這一間的定價來說 150是一大碗 然後我們分成兩人份 其實還蠻多的啊 因為我很少會加辣油或辣的東西吃 它是有辣的味道 但沒有辣的感覺 好 吃完了 好吃好吃 配麵很好吃 真的 加一點辣油 然後對在家裡有更好吃 對 老闆娘很熱情 大概來找我們講了五次話 服務費10%其實是老闆娘陪聊 不錯耶 這個 三個菜 一個飯 一個麵 有點叫太飽了 先去走一下路 消化一下 我們再來吃第二間 第二間也是麵 1148 各位 老闆娘跟我推包子 說下次要吃一定要吃包子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好 切仔麵來了 以我這個常吃 陽春麵 乾麵 關妙麵 鹽水義麵的人 來吃吃看 這一碗45 然後湯40 它這個是什麼醬 來 吃一下 關東煮上面會塗的那個 乾麵通常是加肉粥 它加醬 比剛才的辣 蚵仔蒸那個 喔 蚵仔蒸的甜甜醬 丸阿湯 還行啦 湯還行 比較重口味 上面也是有一層油 來吃一下 搞個共丸 欸 這是魚丸 還不錯欸 味道很重 比那種火鍋店的那種魚丸好吃 這樣可以上必比根 剛那一間我可以理解 這間這樣可以 台南路邊單 有一間那個龍樹下的麵店 我覺得很好吃 沒有店名 它就叫龍樹下麵店 加這個醬是滿特別的啦 可是 有沒有好吃到可以上米其林 我就覺得還好 以北部的麵店來說 已經算不錯了 南部的麵店來說就是 可能學校附近的話會去吃 便宜 然後還不錯這樣 但是如果要特別去吃的話 我可能就會吃 台南還有幾間比較好吃的這樣 剛剛那間算是有特色 環境也不錯 也蠻好吃的 雖然比較貴一點 不過這間我覺得它那個啦 明亮環境也是蠻乾淨 以麵店來說 台南的很多麵店好吃是好吃啊 其實地板可能就是偏髒啦 桌子會黏黏的啦 這個都不會啊 但是有一句話說是那個什麼 蟑螂老鼠越多代表越好吃 這一間就是 如果你看在你家附近的話 CP值蠻高 你會來常吃 但如果你特別吃的話 我就覺得還好 剛剛那間比較適合特別吃 好啦 還行啦 剛剛那間我可以給90分 再便宜一點就會95分 那這間大概 還在你家樓下的話就85分 特別來吃的話可能85左右 下一間 GOGO 這次就放一個大頭貼照 陣見照 OK來嘴巴會上癢一下 陣見照 OK OK 好 外面離 來 我的手超酸 它四分之一支600塊 有點小規 它的飯是50元一碗 說是什麼雞湯熬的飯 可是它飯可以續到飽 真的是我一個人叫一碗 然後續到飽就對啦 只能一個碗嘛 我吃一碗他吃一碗 我吃一碗他吃一碗 好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它的飯 喔 聞起來很香 吃一下 一點點鹹 很淡的鹹鹹的 還不錯啦 不太需要額外加什麼 他剛剛說什麼加什麼啊 烏骨雞加醬 烏骨雞加醬 是這樣加的啊 先吃個原味 然後加醬 好鹹喔 那個醬料 烏骨雞 還可以 油雞 嗯 鹹 紅醬 可以 嗯 很熟悉的味道 就是剛剛紅色的酸甜辣醬 加上一般的醬 薑汁醬加這個而已 油雞 我覺得薑汁醬比較好吃啊 比較鹹 再來 最後一個 這個叫做 脆皮雞 喔 這是那個 乳味的味道 第二個 鹹鹹雞 然後第三個 這個很像冰鎮乳味的那個味道 這個感覺可以加這個 講到雞油的感覺 加進去變超鹹 再吃一個這個 冰鎮乳味雞 脆皮雞 加醬比較好吃的 比較搭這個雞肉 甜辣醬比較不適合搭雞肉的感覺 烏骨雞它給雞腿肉 可以 喔 果然是雞腿肉 比較嫩 我覺得還行 不會柴 但是小貴這個量 600塊應該要半隻 它是四分之一隻 有點小貴 為什麼這些米奇人店 禮拜日都休假 我以為禮拜日應該是全開啊 因為休都休禮拜一 這邊是米奇人店 休百日休禮拜一這樣 休禮拜一啊 今天禮拜日欸 今天去吃什麼 人和園 然後這間雞家裝在長春路 那人和園跟那個 阿國切仔麵都是在中山區 他們兩個我們走路大概 200公尺就到 那這個雞家裝也是中山區 只是在長春路 大概再騎個三分鐘 還有川木園 還有這個原味料理 原味料理是吃比較像熱炒 然後川木園是吃 像絞籠包這種 這兩間呢 我剛剛查了 其實也沒有很遠 都在中山區 騎車大概十分鐘內都會到 這兩間都是禮拜日休假 禮拜一才開 沒辦法 但是我也是很飽啦 還好沒辦法 原味料理也是比較貴的店 我有查稍微貴一點的熱炒 也比一般的貴 然後那一間川木園是比較便宜的那種 跟阿國切仔麵一樣 比較適合小吃的那種感覺 那今天這三間 目前吃起來就是 都是可以吃 都是不錯 第二間就比較不錯 它以台北來說 麵店 而且便宜啊 我覺得便宜 但是第二間那個人太多 要排一陣子 而且我們是大概兩點去 所以你就想12點可能 要排兩陣子 而且那個店在 就是南部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普通 那間店在南部的話 應該做不起來 南部的麵店 我覺得應該大溫會比較好吃 它的優點是乾淨 明亮 今天這三間都是乾淨明亮清楚的 可是我有看到那個留言是寫說 好像台南跟高雄有一些店 因為我也沒有全吃過嘛 有些店挑的好像衛生不是太好 所以我原本想說 必比登都是挑這種 就是可能你一定要那個 一進來你就要有這個 很清楚啊 然後明亮乾淨的感覺 可是我看底下留言有說 高雄的什麼店那個 衛生你確定餒這樣 高雄在地人有這樣留言 那至少以台北來說 然後我看起來這幾間都是 符合台北人這種比較都會 今天有遇到那個外國遊客 去吃那個雲南料理啊 你跟外國遊客 然後不知道吃什麼嘛 他上網講 米其林嘛 那全世界都通用 米其林要查到 台北最大的都市 查到米其林 總不會一進去那個店 又髒又臭 至少在這個部 可是如果高雄有人這樣講 那小港機場進來的外國人 感覺比較衰臉 也不一定 我也沒去吃 所以那只是網友瞎講 也不一定 我如果今天三間要推 我會推第一間 因為還有很多菜 感覺都很特別 但是沒辦法點那麼多 我畢竟比較貴 那比較適合跟家人一起去吃 那這間我覺得就是算是 中規中矩 但是價格偏貴 那第二間就是 台北來說算中偏上 價格便宜 但是需要排隊 好啦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 米其林三星比比登 其他沒有辦法拍到 可惜 還有另外它一間 素食 小小素食 但我吃不下 而且它有點貴 好那今天呢 2022年米其林比比登 評價米其林台北篇 把台北的比比登吃了一遍 竟然送布丁 我相機都收了你 還給我送布丁 布丁 雞蛋布丁吧 竟然它是賣雞的 對啊雞蛋布丁的那種 它焦糖味好重喔 結果 還有一層服務費 所以是770 所以這種店 只要有米其林 價值都有一層 還應該本來都有啦 第一間跟第三間 都有加一層服務費 OK 大家再自己參考一下 蟑螂老鼠越多 代表越好吃 因為他們都愛吃啊 我有聽過這期望 我非常的不認同 他們愛吃啊 不要看到就好 你哪知道你去吃的店 牛肉湯說不定 對不對 我知道一定有 眼不見為經 眼不見為經 眼不見為經